如果来评价中国的冲写 我可以用东北话直接说刚刚的 哈喽大家好 我叫威歇尼 我是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 冲写到了 今天我们来逛海滨 感受东北的年味 中亚大街是哈尔滨很有名的地方之一 这里有好吃的藤壶 可以欣赏当地的冰郊 出山瓜的是胡字 还有小云代表着祝福 非常可爱 我刚才来到的是道理区财食厂 这里有很多人刚才搬我 我刚才买的是猪蹄 还没吃过这个东西 然后会尝一尝 今天我有机会逛逛海滨 我好久没去过的地方 同包括圣索菲亚或者中亚大街 买很多好吃的东西 同包括我最喜欢的东北菜是狗巴肉 如果来评价中国的冲结 我可以用东北话直接说杠杠的 我觉得中国的冲结这是非常好的机会 就是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文化 比较重要的意义是 团圆的精神 因为这是非常好的机会 非常美好的时刻 跟家人或者跟朋友们一起过美好的时间 比如说一起去半年火或者一起包饺子 放饼炮等一等 在这些民宿当中 我肯定能感受到中国的积极阳光的态度 如果有机会 在俄罗斯的朋友们也叫他们来到中国 来到哈尔滨过冲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